Hello大家好 我是北欧的快乐的农民 今天想给大家看一下我育种的苗 今天是3月14号 这个是我3月10号育种的快菜白菜 这也是3月9号育种的中国大白菜 这也是3月9号育种的白萝卜 你看现在圈出来了 才几天的工夫 五天的工夫就圈出来了 长得还挺高 小苗 白菜也出来了 真是不可思议 白萝卜出来的特别好 这个是我3月7号育种的上海青 上海鸡猫菜和四季绿的小白菜 小白菜还没出来 但是上海青和上海鸡猫菜全出来了 长势还挺好 它全出来了 没有不出来 它长得还挺高的 小白菜长出了一个 已经很快了 这才七天的工夫 这个是我3月5号育种的花 也都出了一部分了 这也是我3月5号育种的花 出了一边另外一边还没出来 左边的也是我3月5号育种的花 右边是我的育种的西红柿 该一栽了很高了长得 看看我种的甘蓝菜 这是12月份育种的 现在长得特别特别的茂盛 看它还处理出来 这么大了已经 看 过期日子又该一栽了 因为这个盆就小了 这核是我种的辣椒 看看很长 然后侧枝已经 侧叶已经长出来了 这给它揪了 这个只是没用 并且还吸收猪肝的营养 该揪了 看看 给拿出一盆来 就是这盆吧 看 很高 也该移栽了 这盆也是我种的甘蓝系来的菜 但是还有补种的 你看这个小苗就是比较小 但是这些 你看这个还是很大的了 长歪了 这个该遗栽了 这盆是辣椒青椒和甘蓝系列混合的 你看这个长得多壮 叶子非常绿 我教的是小便水 非常健康 这个也一样 非常好 这个就是甘蓝菜了 这个圆的叶 这是我后育种的小苗 因为它没长出来 所以我又种了点 这边也是辣椒或者青椒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我在我家车铺里的一个御种中心 我是拿两个书架 绑在了一起 然后书架的上边 绑上灯 串联一下 所以我绑了一共差不多 应该是七个灯 这样等于说 我所有的菜就可以在室内御种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北欧比较冷 所以必须要御种 因为夏天也不是特别热 它的生长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要不然到秋天或者快冬天的时候 果子还没结就已经冷了 外边已经黑天了 但是我车库里没有水了 所以我得在这儿缠点冰和雪 放到这个桶里 然后拿到车库里 就变成水了 我就拿这个浇我的御种的蔬菜 好了 现在这盒子长满 一满盒子了 雪 拿到车库里 好了 这一桶拿进来了 这么高的一桶 那明天呢就先化了 我就可以拿它浇我的这些花了 菜了 这就是我御种的御种中心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